欢迎回到新闻的现场 MOVU跟ECFA即将在陆续的签订 那么加上了入资登台 还有台商回流的利多带动之下 让房市跟着蠢蠢欲动 而其中又与台北新门丁即将要出现 像是独拜帆船饭店的摩天楼 最引人关注 而让外资跟知名品牌旗舰店 早就已经进驻插旗了 两岸的开通 加上新门丁即将建造这个区域 最高的摩天大楼 这样子的利多消息 让国内外银行团都相当的关注 更显示出入资和外资满手 现今就是要积极布局台湾好的 这一支标题 我会说他的成功 还有他的未来的那个价值 应该是还是蛮蛮蛮蛮不错的 还有就是说 未来我们预计 或者是我们估计 那个游客如果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为西门丁所创作的那个价值 应该会越来越高 西门丁原用的商圈 已经是人潮的指标 现在又有摩天楼即将处理 其中让西门丁前景看好 不仅知名品牌纷纷进驻建立旗舰店 外资更看好抢着插旗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呢 因为两岸也开放了 我们已经没有理由 在守在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台湾的建筑啊 将来它绝对是一个代表 华人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个范围不是很大 可是建筑都比较 相对都比较矮 那么我们在那个正中心的位置呢 有盖了一个大概130米高度这样子 一个建筑物呢 它很清楚 它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地标 确实从MOUF 即将陆续的签订 路自登台台商回流等等的力多加持之下 让西门丁未来的房市空间 也有如摩天楼一样 持续飙高 中间新闻 张耀允 陈佳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